今次我們這首新歌Woomers 其實內容很簡單 就是追女生 Woomers就是沒有聽過一些關於我對你的謠言 我有少少喜歡你 我常常幻想著你 一個很簡單的內容 這首歌我們找了一些外國的作曲人幫我們去做 Error就收了這個demo回來 我知道這幾位作曲人都跟很多不同的 大門的明星合作 例如PTS他們這樣 這次Error選這個demo 其實我覺得很有型的做我們第一首英文歌 因為跟我們之前的曲風都有點不像 我們第一次是講比較多類似兩性關係的這個題目 所以我覺得做我們第一首英文歌 這次我覺得挺新鮮的 我覺得第一次錄英文歌其實挺好玩的 錄音的時候我們有另一個監製叫Andrew 一直錄的時候一直幫我們收拾口音 收拾了很多我們英文的咬字反音 如何去復興這首歌 所以其實這次唱這首歌 除了歌唱技巧有些新的突破之外 我覺得在這個語文上也挺有突破 還有有趣的就是我們那個Andrew監製呢 他很正能量的 很鼓勵我們的 我們每場一舉呢 他都讚到我們天上有地下舞 搞到我們唱的時候都很有自信 這次拍這個MIRROR的新歌MV 很開心啦 真的很久沒了 大家一起跳舞 一起唱歌 所以現在大家都有自己的東西看 所以一起再繼續跳舞是值得開心的 這次錄歌是第一次online錄歌啦 都挺新鮮的 我覺得錄歌 Andrew 很給我們信心去錄 很多鼓勵 我就覺得很舒服 而且他令我覺得錄完那一刻的成品是好的 進軍海外的感覺呢 希望作份多些人喜歡啦 如果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做show 或者整隊一起去排台都很開心 這次錄Rumours這首歌最難忘 就是整首都是英文啦 應該是出道以來 沒試過在錄音裡面唱那麼多英文詞 但是很好玩 因為有Andrew的Vocal Coach 所以整個錄音過程就很新穎的 因為平時通常只是跟Edward兩個人錄 但是這次加上Andrew 整個Vibe 認真的來加了一點搞笑的 因為Andrew錄一句他都會讚你一句啦 比Andrew 讚我英文很開心 因為可能Andrew也是一個 錄開國際音樂的人 所以他的專業的評論 就很自豪啦 對於進軍海外 很期待 但是都很緊張 要有國際性的level 或者standard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不敢奢望或者期待太多東西 但是盡力做到最好 第一次錄英文歌 感覺就是很緊張 因為要錄好一點英文咬字 又是有Andrew的教導 其實是好一點的 希望我們不會失禮大家 不會失禮國際 關於進軍海外的感受就是 希望自己真的可以由香港重新 踏上這個韓國的舞台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錄英文歌 我相信全團的成員都覺得是一個挑戰 因為始終都要有咬字、發音 還有你懂得讀英文 還有懂得唱英文是兩回事 還有可能我們唱廣東歌的時候 會比較覺得咬字 那個字正康圓那一樣東西 但是可能在英文 又說Andrew老師就在說一些flow的東西 那可能原來不是要咬得好死的 那這些都是要真的向他們學習才知道 希望可以有更多人認識我們 還有希望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跟公司申請 看看可不可以有搭飛機去第二部工作的機會 這次錄英文歌 我覺得最開心是可以跟Andrew老師交流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有這個聲音 coach在旁邊 無論在咬字和在唱方面 怎樣發音他都可以幫我們調整到一個 很好的位置 還有另外他 有些老師那邊每次都是 凌晨一樣 因為他有美國時差 我們晚上一錄 他應該是凌晨4、5點的時候 所以每次看到他都是 好像還沒睡醒一樣 但是就要監獄我們 這個是有些好笑的 但是很開心跟他合作 這次推出一首英文歌 《進軍海外》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是一個很好的鍛鍊給我們每一位 特別是聽到每個人唱英文歌的聲音 其實跟他們平時唱廣東歌的聲音 因為唱不同語言的時候 其實聲底有些人會不同 我個人很喜歡Ian的聲音 英文歌的時候 比較自然一點 《進軍海外》其實沒什麼目標 也都不覺得是一些什麼 我覺得首先是希望令香港本地的觀眾認好了 海外觀眾這些東西其實是很長遠的事 讓大家基礎打好一點才想 現在都不敢想太多 去了一個彩虹村一個很舊的理髮店 很適合我們拍攝了 加上燈、煙 所有東西都好像很有味道 很有香港的風格 沒有那種舊式的感覺 還有我們在裡面主要拍一些劇情的東西 例如我 有一個跟Mandy說 我看著她的 她突然間不見了 最搞笑的事情就是Mandy很高 有一幕就是我們這麼多人看著 Lubman和Alton夾著Mandy進來 我們一看著她都忍不住笑 因為Mandy太高 Scarbat 香港最高的建築 很漂亮 上面看到整個香港很大的風景 這個MV是會 我相信很多外國人看到我們的MV 我覺得我們選擇的地方 有很多香港特色都是豪寫的 因為香港其中一個夜景 是我們香港最漂亮的 這首歌其實也沒有想著 我們要進軍海外 我們要打外面 我覺得我們也沒有這個想法 其實主要都是希望 可能我們有這首英文歌 可能就多一個機會 讓外面的其他地方的聽眾 還可以有機會了解到MIRROR 我覺得音樂也沒有分別的語言 當我們又再出一首歌 因為我們也不要這麼打力 說我們要進軍國外 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在心目裡面 只是想做好作品 原來也沒試過英文歌 就試一下 可能下次試一下 但是普通話的歌也不一定的 只是多一個不同語言的作品 但是我不管任何語言 我覺得這首歌是真的好聽的 我是這麼多首團的歌 因為我也挺喜歡這首歌的 其實已經排第一了 那首帽子我們也很喜歡 是的 所以希望我們喜歡的同時 大家都喜歡